就在歷史性的第二次彈劾总统川普之后 前总统欧巴马也站出来呼吁川普保持冷静 我们都可以选择我们的行业 上升级的位置 且众议院负责弹劾的议员 现在也开始筹划起诉川普 我们希望我们会在今天和周末 把我们的案子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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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一提的是审判可能要等到拜登就职之后进行 因为华府现在笼罩在未来几天还有暴动的阴影下 因此预计将有2万多名国民兵进驻华府 且暂停公开集会 我们知道这是最好的选择 而且最好的方法是保持大家安全的 且根据最新统计 联邦执法部门已经逮捕30多人 且罪名都与暴动有关 不过仍有官员担心 极端分子依旧不怕 曾经挑战2020年民主党总统出选的台义美籍企业家杨安泽 14号宣布以民主党员身份竞选纽约市长 他在竞选演讲中表示 江启东史上最大规模的全民基本收入项目 为50万低收入市民提供每年最多5000元的现金补助 建立以人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模式 此外 杨安泽强调 一旦上任将实施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现金纾困方案 协助纽约市摆脱新冠疫情 我在教育方面 杨安泽还主张保留特殊高中入学考试SHSAT 但他也强调SHSAT不应作为特殊高中唯一的录取标准 应加入更多元的评估因素 例如初中成绩 面试 活动经历等 杨安泽1975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州 父母都来自于台湾 毕业于长春藤联盟名校 是美国创业组织创始人 2018年3月 他宣布参加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 成为美国史上第二位宣布参选总统的华裔 期间应作出对美国公民每日每月发放1000美元的全民基本收入竞选承诺 而建立起一批被称为洋帮的草根支持者 根据联邦政府的新规定 各大航空公司有权拒绝无法提供相关证明文件的乘客 并且禁止他们登机 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表示 境外旅客处在赴美前必须进行核酸检测外 且在抵达后3-5天内还需再次检测 并且居家自主隔离7天 此外 CDC在声明中还强调 要求提供阴性检测证明并不能消除所有风险 同时还需要采取其他预防性措施 比如居家隔离 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等 才能使旅行更安全健康负责任 减少在飞机上机场和目的地的病毒传播 累计完成超过100万次检测 名列全美第一大新冠病毒检测站的到期体育场 最近顺利改成新冠疫苗超级接种站 主要原因是疫苗可以战胜病毒 并且确实帮助恢复正常生活的最可靠途径 因此 包含洛杉矶县市在内的整个团队 目前都决定集中资源 尽可能以最安全且有效率的方式 来为更多人接种疫苗 也就是说 在这段过渡期间内 提供免费病毒检测的数量将会相对下降 不过预估每日疫苗接种的数量 将会增加3倍以上 并且可以更早开放给 包括教师、育儿园 以及75岁以上年长者注射疫苗 除此之外 洛杉矶市府还计划 未来要开设8个永久性的疫苗接种站 与至少6个移动式的疫苗接种点 这样才能扩大疫苗防护网 值得一提的是 截至2020年年底 洛杉累计人有至少两成到四成的 第一线工作人员 拒绝接种第一剂的新冠疫苗 州长贝克表示 新提出的134间公立和特许学校的 新冠群组抽样测试 简单来说就是以教师卫单位 为校群组进行新冠病毒抽样检测 接字取代过去每个人都要检测的方法 也就是说 如果检测结果是阴性 就假设整个小组成员都是阴性 反之若检测出阳性 则群组中的每一个人都要重新测试 马州政府相信 群组抽样测试是一项重要的防疫工具 因为这样将能帮助学校 更便利地推广返校上课计划 同时也能大量减少医疗资源消耗 值得一提的是 在项目开始的前六周 马州州府将会负担预估1500万到3000万美元之间的测试费用 之后则必须由联邦刺激拨款 才持续这项计划 白四号表示 全市160个接种站 包括至少一个24小时开放的大规模接种站 多个普通接种站 以及市卫生局旗下各诊所 11家公立医院与小型社区诊所 目标是能够在1月底达成 施打100万剂疫苗 除此之外 纽约市府也更新疫苗预约网站 并且开放包括75岁以上老人 与第一线公务员等符合资格的民众 都可以提前上网登录 并且输入住家地址 就会显示出最近的接种站 并且线上预约 且根据最新统计 目前完成预约的人数已经超过5.5万人 值得一提的是 打一针疫苗所需要的时间大约是30分钟 主要原因是 疫苗接种完毕之后 必须等待观察至少15分钟 来确保接种民众 没有出现任何严重的过敏反应 欲望城市回来了 HBO MAX平台将推出一部名为 And Just Like That的十集连续剧 除了金凯特罗之外 莎拉杰西卡帕克 辛西亚尼克森和克里斯丁戴维斯 都将回归演出 游牧人生已经获奖无数 这部广受好评的电影 又刚刚夺下了国家影评人协会的四项大奖 包括了最佳影片 最佳女演员 最佳导演 和最佳摄影奖 影星约翰大卫 华盛顿和千代雅 在新片首映夜中 饰演一对情侣 他们的爱情 在双方参加了 电影首映庆宫宴之后 受到了严重的考验 这部由山姆李文森 所指导的电影 是在去年新冠疫情期间拍摄的 电影将于2月5日 在网飞平台播出 东西文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